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赞,又见面了 然后的话呢,跟小秦这次的话呢,是彻底的分手了 我呢,没有办法了,因为呢,我也不想就说耽误他的时间 像我这个样子的人呢,是吧,很多事情呢,现在已经处理不清楚了 然后的话呢,哪怕跟他在一起,我觉得呢,是吧,我这个前妻待在这里 他呢,也永远就说进不来,然后呢,我也不想就说是吧,让他呢,就说参与到我们的事情里面来 所以呢,干脆就说是吧,两个人就说不要再这样子牵扯下去了 对于他呢,对于我呢,都不好 主要是对于他不好吧,对于我呢,其实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的话呢,是吧,我毕竟是一个结过婚,又离过婚,然后呢,又是一个恶婚的 还带了个孩子什么的,对吧 人家呢,就说一次婚都没有结过,而且呢,是吧,这个家庭条件什么的,也不是差的 比我家好,然后呢,也比我有钱什么的 我觉得呢,他能找到更好的 所以呢,这个分手呢,是吧 也提出来了 我觉得呢,也没有必要说,就是说老是在纠缠了 因为呢,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之前呢,我觉得呢 呃,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感情呢,确实是有点参促了 以前的话呢,是吧,我是觉得就是说跟他,两个人比较聊得来一点 然后呢,他也比较理解我什么的 所以呢,我说试一下也可以,但是呢,经过那么久的时间 我觉得呢,我还是踏不出那一步 我觉得呢,是吧,我心里面,呃,对这个婚姻呀 没有想清楚,就说这个婚呢,呃,该不该付 然后的话呢,啊,就算哪怕两个人就说,呃,重新开始了以后 这个生活该怎么过 我以后的话呢,我在想我还有好日子过嘛 又回到了原点的话 所以说呢,这一切的事情呢,我都是没有想清楚的 主要是也没有任何研究所给我什么意见什么的 我爸妈呢,也说了啊 这个呢,不应该 然后呢,有的朋友呢,就说是吧 呃,不要复婚什么的 其实呢,很多东西呢,我心里面我也知道 如果说啊,跟他重新开始以后 然后呢,是吧,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选择 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这个东西呢,我其实我每天晚上我都是在想的 我觉得呢,啊,跟他呢,就说,呃,复婚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啊,就是逼大于利吧 这个好事情呢,估计是没有的 但是呢,啊,这个花钱这一块呢 如果说这是我主动去找他复婚的话 我呢,估计这辈子呢,就是我翻不了身了 一定被被他是吧,狠狠的踩在这个脚底下 然后的话呢,他也会提各种各样的无理的要求 这一点呢,我还没有准备好 不过呢,你说啊,就是如果说看这孩子的分散呢 如果说有个团圆的家呢,肯定是跟他是最好的 其实呢,不用他说我心里面我也明白 这个夫妻嘛,肯定是原配的好嘛 如果说你啊,男的也好,女的也罢是吧 你去啊,跟人家就说,重新开始 或是组建家庭什么的 你啊,重新娶一个人,或是说他重新嫁了 你带着孩子的话呢,始终是不好的 如果说不带孩子的话呢,那这个东西呢 就暂时不用考虑,对吧 反正呢,就相当于是新的开始嘛 呃,如果带着孩子的话呢,你要面临一个就说 对方啊,能不能就说接受这个事情 接受了以后呢,是吧 孩子的心里面会不会抗拒 然后呢,过不过的好 是吧,他会不会说 就是说对你找的这个另一半 呃,有没有这个意见 虽然说孩子还小 但是呢,他有的事情肯定不不一样的嘛 是吧,比如说啊,妈妈去哪里了 呃,怎么是吧 这个阿姨又是谁,或是是吧 这个叔叔又是谁 怎么会,就是说在我们家 这个东西都要考虑的 以后的日子呢,我在想的 就是说,如果跟他复婚以后呢 应该是没有愿和 就是说啊,这个这个开心可言的 他肯定会就是说啊 想办设法的折磨我,消耗我 所以说呢,现在呢,我还在想这个事情 我也还在等待 我等待,我看一下 就是说啊,接下来该怎么做 接下来呢,这个路该怎么走 这些呢,才是该考虑的问题 所以呢,也不用太吵着过急 慢慢来吧,走一步算一步,对吧